哈喽 大家好 我是戴利吉看非洲 好长一段时间没来捕鱼了 前段时间第一个也忙 这个网也坏的差不多了 上个礼拜去湖边买了几幅新网 我们又开始捕鱼 这两天刚好又下了鱼 长了一些水 不过很久没来 这河里面河面 就被那些植物差不多都封完了 我们看一下啊 还有前段时间那个大地龙 这个放在那里的话 还是能抓到一点大的 不过前段时间确实没水又脏 收回去了 这个网新网啊 看一下收获怎样 国内现在春节期间 应该是最冷的时候 不过沃干拿这边常年就是这个气温 不冷不热的 也没什么大的影响 看一下这个河面 把水草全部把河面封完了 不过前面好一点 这个叫硬生生的 把这些草全部搞到边上 把这个河面 离开了一点 好下往一点 这里也有二三十米吧应该 前面的话稍微好一点点 这里 几条大的那个废鱼 都在这里这片属于钓的啊 所以说那个地龙放在这里 是不是抓到大一点的那个废鱼 这个是柿子的单层网 当地这边买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还在这边做的啊 这边就比较贵 上次三幅网二十多万 四百多块钱 一幅就是一百多 不过比较长 我们可以割成两幅来用一下 高也有这么高 比之前的要好一点 我们开始下网了啊 水果价还是有一点渔民的款式啊 比一般的还是要熟悉一点 放下去 这边就简单一点 直接性的套两个矿键水瓶当浮漂 把它稍微浮一下 看一下明天的收获了 装上这个矿键水瓶就好看多了 从那里到这里 也有这么长的距离了吧 这一片水域 只要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还是能抓到 这里也有收集这个的 编织好的话 吞烧热的是吗 上次我不是拍过的吗 这鞭子好的那种 可以卖个一万左右 不过要点手工 我们去前面放这个捕鱼神器 水果价也说这个比较好 经常能抓到大鱼 废鱼 不过这边都是水草 河里面的水草太茂盛了 看一下 完全都看不到水面了 社会家准备把那个捕鱼神器放这里 我也不知道到底下面有没有大鱼啊 明天也可以来验证一下 反正之前最多的是抓到好七八条大鲰鱼的 偶尔会抓那么一两条两三条那种大的 时不时也看到它带回去的 前面这个不知道什么厂 应该是钢材之类的吧 我们准备在这里再放一张 这一片水鱼有人清理过的 应该就是附近的工厂 所以说蔓延的就没那么快 这条河里的话 前前后后 估计捕捞几百条那种鲰鱼是有的 不过这边没有市场 卖得也别便宜 大部分也是自己吃的 我的话偶尔会拿一点 如果说量多的话 经常卖的话 确实还可以有点收入的 对于水鱼来说的话 这里这一片水鱼的话 之前暴富的时候比较多 这里还是放一幅 我们今天就放这三幅 现在天也快黑了 这边快七点钟了 之前放捕鱼省器 放的那个大木棍 把它取出来到边上用 这里有深有浅 总的还是要这里随浅一点 这个网的话 比之前的要长一点 要深一点 所以说放起来收起来 估计比之前的要麻烦一点 不过按照这个情况的话 收获的话肯定也比之前好一点 只要有鱼的话 天快要黑了 其实这个要做事还是比较细致的 把它理一下看一下 然后把那个瓶子给它拧上去 等一下要赶紧回去了 忙了两个多小时 这个也是比较辛苦的 这次的装备比之前的要好一点 然后也歇了这么久 期待明天有个报复的节制吧 今天搞了一锅猪蹄 这些人等着我在这里分享这个美食啊 我有点饿了啊 跟他们一起分享一下 今天的这个视频就拍摄到这里 喜欢的点击关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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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